大家好,欢迎收看《百看影谈》 电影《救世主》有名《宇宙通缉令》 本片由功夫巨星李廉杰助演 影片开头就介绍了故事的大概背景 宇宙中有多个平行的宇宙空间 通过科技手段可将人类送到各个平行空间中 为了维持空间的秩序 使各个宇宙空间都能保持平衡稳定的状态 一个所谓的宇宙管理局悄然诞生了 而管理局的外勤执法人员有个拽扎签的名字 超时空战警 故事的主线说的就是一个被超时空战警 这个刘宇非常扭插 在各个空间杀害122个人 可谓是超级杀人犯了 然而扭插的不是他杀的人够多 而是他杀的这些人都是他自己 没错 他杀的都是分处在各个平行空间里自己的分身 而他为什么要杀掉这么多的自己呢 难道他跟自己有仇吗 不是的 因为我们的这个刘宇同志有一个伟大的梦想 就是要成为救世主 每当他杀死一个分身 这个分身的能量就会聚集到他的身上 使他变得更加强大 直到他将所有的分身杀光之后 他就会成为无比强大的救世主 在刘宇成功的杀死第123个分身后 终于被超时空战警给抓回宇宙管理局 并实行公开审判 刘宇被判无期徒刑 总是流放到其余空间 话说 严格来讲 刘宇也不算是谋杀 只能算是自杀了123次而已 在同党的帮助下 刘宇成功逃脱 并通过传送温动来到另一个平行空间 实行最后一次谋杀自己分身的计划 是的 只剩这最后一个分身被杀之后 他就能顺利的完成他救世主的梦想 刘宇的最后一个分身叫盖布 是一名洛杉矶的一名警察 有着美满幸福的婚姻家庭 在一次押送罪犯的任务中 盖布小队遭遇了不明人士的袭击 本来以为对方的目标是押送的罪犯 可是盖布被爱的发现 对方的子弹只追着自己打是怎么回事 难道自己长得太帅吗 终于在激烈的交战中 盖布发现 对手竟然长得和自己一模一样 没错 这个不明人士就是有着疯狂梦想的刘宇 盖布逃脱以后 将自己杀自己的事情告诉了自己的妻子 然而妻子却以为他受伤出了毛病 坚持带他去医院检查 在医院里 刘宇再次对盖布进行袭击 绝对是不杀死自己 绝不巴休的疯狂劲头 与此同时 超市工战警也赶到了医院 是要将刘宇集纳归案 于是 在这次洛杉矶的医院里 洛杉矶警察 超市工战警 梦想达人刘宇 被伤小警员盖布 四方发生一场大混战 期间 盖布发现 自己的能力变得超级强大 一脚踹倒电线杆 徒手捏爆手枪 甚至躲避子弹 这些事情做起来 简直不要太轻松 医院混战结束以后 洛杉矶警方并没有发现 两个盖布同时出现 以为袭击杀人的就是盖布 甚至 医生都说 盖布患了精神分裂 于是乎 盖布成了洛杉矶警方的通缉对象 又一场四方混战 发生在盖布的家里 刘宇当着盖布的面 枪杀了盖布的妻子 盖布怒火中伤 与超市公战警 联手为妻子报仇 最后 刘宇成功被缉拿 但是盖布也误打误撞 一起通过时间温动 来到了宇宙管理局 可狡猾的刘宇却说 盖布是刘宇 就在盖布要被当作刘宇 流放监狱空间时 一起而来的超市公见警 分辨出了真假 影片最后 盖布被送回了平行空间 并且时间调整到 与妻子相识的那一天 盖布又一次 在自己的空间里 对妻子展开追求 而刘宇虽然没有成功 成为整个宇宙的救世主 但是在监狱空间里 凭借着他超强的能力 成为了他梦想中的 The Run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